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DMC的Zavin 主要在这个视频当中 会跟大家分享到 如何更换你的这个IG 聊天室的颜色哦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 一步一步教学 那基本上 如果你正在用这IG的话 对不对 你可能去到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聊天室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其实我们每一个的聊天室 感觉看的还蛮就是 还蛮干净的 白色的背景啊 或者是浅灰色的背景 然后我们的这个 Message的颜色啊 或者是背景的颜色都是 就是原本 一刚刚开始如果你没有做 任何的设置调整的话 这个就是你会看到的版本啦 OK 以这样子的方式 每一个人的聊天室 都是一样的OK 无论是你去到 任何一个人的聊天室 你点击进去的话 其实它都是一样的OK 那主要来说 有些时候你可能会看到 为什么有一些人的聊天室哦 它的颜色背景是会 更换的呢 会有不一样的颜色出现 比如说可能是在文字的 这个地方颜色会不一样 或甚至于背景的颜色也会不一样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第一步骤 你一定要去查看你的这个IG 你的设置这里有没有更新好了 我的这个部分是已经更新了 不过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你去到你的这个IG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的profile这个地方 右上角 我们去右上角 然后我们进到settings的这个地方 设置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应该会排在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在那一个 Follow and invite friends 之上对不对 如果你的IG是还没完完全全更新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叫做 update messengers update message的这个地方 然后你必须要就是点击 然后更新 OK 你必须点击了 点击了之后更新 那当你更新完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像我的版本一样 所以如果你没看到那个设置 别担心 不过如果那一些朋友 你出现在就是在Follow and invite friends 之上 你还会看到另外一个 比如说update messengers 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的话 你必须点击 先点击再更新 然后才跟着我的接下来的步骤 一步一步 才可以更换你的这个 聊天室的这个颜色咯 好 那再来 当你已经更新好了之后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到去你的聊天室 OK 这个部分呢 它不会就是把你所有的这个 朋友的聊天室都一一更改那一笔颜色 比如说你只想要去这个聊天室改颜色 对不对 你来到了这个聊天室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右上方 一样哦 右上方这里 我们点击了一下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叫做team的这个地方 OK 它现在是呈现出来的是最 就是在你每个用户没有设置颜色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我们default的颜色 那点击进去可以看 你可以看哦 这里它会有给你两种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team的部分 然后再来往下滑就是colors的这个地方 我先给大家示范一下colors的这个地方 你看一样哦 就是刚刚说default的这个就是 嗯什么背景颜色都没有 然后是在text 你的文字的颜色会出现更改 那比如说 我先发一个message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OK 你看它现在的颜色是出现这样子的颜色嘛 对吧 然后我现在换另外一个颜色 比如说 嗯 我换一个比较 比较深色的颜色 纤红色 OK 你看 那个之前发的那个文字的颜色就会更改 然后我再试一下哦 我再改另外一个颜色 不过背景是没改的哦 背景是没换的哦 你看 背景的颜色是不换的 背景颜色是不换的 然后如果我想要换背景的颜色的话 那我去回这个同样的设置这个地方 然后呢 可能你要选择的是team的这个地方 ok team的这个地方 它才会给你那个背景的这个 嗯 就是有一些图案啊 你看这个是有小星星 然后紫色系的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啦 如果你要换成就是刚好当天生日啊 或者是朋友生日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换成这样子的一个聊天室 跟着你的心情来更化 或者是你你想你喜欢的颜色 这个是大自然的海归吧 嗯 这个跟我的这个DMC logo的颜色还蛮配的 全蓝色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 嗯 这个冬天感觉好像也不错 所以感觉也不错嘛 比较harmonic的感觉 所以不会好像太火爆 我刚刚有一个红色对不对 我看一下有没有那种 感觉很热血沸腾的颜色 好像没有啊 不过如果你跟你爱人谈恋爱的话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心形 哈哈哈 你可以用心形 心形还蛮蛮可爱的 所以可能这样一来 你的心情啊 什么都还蛮好的对不对 一个心形的这个方式 我看 嗯 其实我也没完完全全把每一个都用完 我大部分是用那一个 嗯 chill的这个 然后还有 嗯 就是 就是蓝色系的比较偏多 OK 其实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的 第三方的这种 Instagram IG的 就是聊天室的这个TIP 背景的这个TIP 跟颜色 哦 嗯 那些的话呢 你必须额外再下载另外一个APP 然后才可以用到 他们的这个设计 背景设计的这一部分 哦 嗯 如果是你想啊 不要那么麻烦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 IG它自己本身的这个设置 哦 聊天室的这个颜色啊 跟这个背景来做更换 只不过说 可能 嗯 没有给到大家太多的选项 对吧 看一下一个蘑菇 蘑菇是什么 蘑菇 不错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视频当中 想要跟大家分享到 因为我有些时候 我跟一些朋友在聊天室聊天 他就会问我说 你的这个颜色怎么换的啊 为什么会 我的是就是纯白 然后什么颜色都没有 到底是怎么样子更换的呢 可能我就觉得说 诶 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在 就是 在 看不到面对面见大家的时候 不过 你们可能还是会带着一定的这个心情 在聊天室 对吧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的切换来 更改你的 呃 在聊天室的颜色哦 那呃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呃 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那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帮我们点赞与分享 同时如果你成功更改到你的这个 这个 聊天室的颜色的话 记得在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哦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在下方留言 留言点赞与分享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你还在等什么呢 现在就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 最重要的是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这样一来 当我们在推出新的视频的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立刻收到通知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